1997年 盛极而衰的港圈爆发出一则惊天案件 银媒案件 按照小道消息的工作速度 那些所谓的有女星借出国登台为名 行伴游之时的暗示性报道不断涌出 各家为了博眼球 越写越离奇 越写越详细 一度还把地点明确为文莱 大批一线二线女星卷入其中 小报上指名道姓 片刻间满城风雨 那蹭蹭上涨的销量 让几位大佬 尤其是满脸奸笑的她 志得意满 她是谁 她是香港史上鼎盛一时的妈妈桑 金牌老宝 谷慧珍 按小报的说法 对于女明星来说 在香港或亚洲进行这类交易 难免要冒着被人认出的风险 但据文莱就不同 因为整个过程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据文 文莱的富商贵族出手阔绰 香港女星前往当地面试 不但机票时速免费 而且不论有没有被看中 都能获得十万元的见面礼 梅艳芳首先站出来辟谣 自进入娱乐圈以来 还没有人敢打我主意 李若彤则傲气十足地说 对不起 本小姐没有风情可卖 红星也在名单内 但令红星更加苦恼的 是另一名当红女星在电话中和富商大吵架 爆粗口污蔑红星是被人包的 红星甚至急到愿意上节目讨论门来事件 顺便发读是澄清当红女星造的谣 在圈内 众女星都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 十六姐 怨琼丹 承认接到过银梅电话 她完全不明就里 对方只是匆匆挂掉 怨琼丹的说法 无意中证实了银梅的确存在 看客们不但以最大的恶意 揣摩每个被波及的女艺人 流言传来传去 传到江湖第一波神叶子梅的身上 一直以来顶着艳星名头的叶子梅 其实都是直楼不托 她有专门的裸替 并且有她自己的愿则 说起来 叶子梅算是圈内最淡薄名利的女明星 比起为了富豪争的你死我活的 几位一线风云女人 叶子梅虽然性感 但也坦荡 为何会把一国捞尖的罪名 安到她的身上 可能要从1984年说起 1984年 支持颇有几分自私的叶子梅 投靠亚洲电视第三期 议员培训班 比起TVB 亚式的培训期长达一年 而且选拔机制很严格 一年后 叶子梅和其余11名同学通过考试 成为亚式正式演艺人员 走上了明星路的叶子梅 觉得每天都是艳阳天 叶子梅的长相 并非高鼻大眼的安琪尔形 她眉眼淡淡 眼神中有一丝不耐烦 是比较淡眼的欲解形 那是港圈流行夜运仪 周慧敏那样洋娃娃般的可人儿 紧接着85年亚姐选美 一个夜雨清 一个励志 雪白的皮肤浓眉长洁 总是瞇着眼睛 看人说话慢吞吞 他们将美艳派优势 发挥着巅峰 让叶子梅根本无路可走 出道好几年 她都在各个剧组跑龙套 月薪不足3000块 眼看着励志 进了豪门阔态候补名单 夜雨清身边 眉绕着都是负伤 叶子梅心态有点崩 正好有间杂志请她拍照 衣帽间里 她看着小小的泳衣 只有那么一丁点布头 遮住最隐秘的部位 叶子梅想就活出去吧 反正只是拍照 这一组照片光速走红 美貌 雄美的身材和才华 一样都是稀缺贫 没有人会错过他们的光芒 仅仅几个星期 就有电影公司 脚上门请叶子梅拍戏 送上来的造型服 无一例外低胸 紧身 有些更离谱的 直接在胸口挖两个大洞 某天拍照时 一个记者一边狂按快门 一边脱口而出 哇 好大波啊 波神封号 不进而走 其实叶子梅的表演 是可以有深度的 只是那些年 没有人想看性感背后的头脑 夜生活女王之 霞姐传奇里 她演夜生活界的女强人 王霞开设多家夜总会 每到夜晚就化身身姿摇曳的妈妈桑 电影里 霞姐的命运非常悲惨 被柯寿梁无情折磨 是现在的电影再也不会通过的尺度 另一部电影里 叶子梅又被五马踩胸口 整整五分钟 她痛苦的表情相当真实 叶子梅的偏约不断 可是每一部都是相似的剧本 同样大开大合的尺度 她的名字和艳心捆绑在一起 人们只知道她有一对美胸 除此之外对她的一切都没兴趣了解 甚至有人找上叶子梅 要求她以极低的价格拍一部风月片 如果不答应就用刀片刮花她的脸 叶子梅的每一天都战战兢兢 殊不知早在暗处 一个叫古慧珍的女人就盯上了她 古慧珍原名叫关里婷 出生于1954年 据传她在17岁就嫁人且生了一子 后来还离了婚 早先时候 她想要通过当明星来赚钱 在73年的时候她参加了无限议员训练班 没有顺利毕业 在74年她又去参加了立的议员培训班 结果还是没有毕业 可见这方面的天分是真的有限 周润发 吴孟达等皆是她的同学 人家取得的成就 大家有目共睹 古慧珍就只能当个特约演员 这个人也是贪心得很 眼见正正紧紧当明星无望 就想着用拖来立谋出路 然后她就出演了风月片 可惜此路也不同 连一点水花都没有激起 一个人学好很难 学坏只要一瞬间 正路走不下去 有人就给她指了一条邪路 1976年 古慧珍一个好朋友对她说 你样子不差又单身 不如多去认识认识人呢 这样今天有个饭局 古慧珍听说 有一千块好处费 她马上就去了 饭菜很平常 吃着吃着就不一样了 当男人油腻的大手 在她手上游走时 古慧珍一下就懂了 原来一千块是这样赚的 她马上爱上这一行 从此放弃演戏 就是叶子梅出道的1985年 古慧珍开始带人去饭局 她自己不下场了 只拿提成 一顿带三个人 抽一千块 一天午饭 晚饭 宵夜都做 日进三千块 中环白领都比不过 她吃香喝辣 过得别提多好 江湖一直传说 叶子梅和陈宝莲 都是她手下的女星 古慧珍还和放债集团合作 这些出家贫苦又颇有姿色的女孩子 因为家庭或者自己的原因 需要用钱就推荐她们和放债集团接触 女孩们无力偿还债务时 就可以顺利成章安排富商了 古慧珍做得风生水起 包养饭局 陪邮方式多样 一线 二线 三线 十八线 各有价码 随着生意越做越熟悉 古慧珍甚至改变了娱乐圈生态 社局的人图的是 全千色交易时的快感 附局的人抱着我拿青春赌明天的梦想 有人图名 一顿饭换了女主角 有人图力 一年进账一套房 还有人只能维持生计 低价求包养 一个密码标价的社会 1989年 香港警方大力打击带颜色行业 古慧珍首当其冲 在这场风波中 古慧珍因教唆少女从事不光彩行为 被判刑两年 更为讽刺的是 她洗满事放后 反而评约不断 各路导演热衷于让古慧珍本色出演妈妈桑 1990年 新一城开拍妓女主题电影 快乐的小鸡 由张耀阳 李立珍主演 妈妈桑就是古慧珍 王金拍摄的侠姐传奇 就是叶子梅内部 她也是妈妈桑 1991年 亚氏拍香港奇案 其中一个单元 由翁洪和邱月清 两位亚姐冠军主演 古慧珍还是妈妈桑 这些和古慧珍参演了同一部电影的女明星 全部被算进饭局名单 无一例外 1996年电影 应召名册 真实还原了迎记案 电影一开头 就是全程记者 围聚在警局门口 一辆警车缓缓驶入 车上下来六名女子 看到镜头 她们或以眼面躲闪 或以笑而过 全是演艺圈从业人员 都因涉嫌卖淫 被警方传唤 电影用搞笑手法揭露 男女明星初中交易 知名人士与公子哥等种种恶行 影射了上个世纪香港娱乐圈中的 种种不良现象 古慧珍在这部电影里演她自己 她借着台词真真假假地说 这一行好现实 问价出价得多 有钱人喜欢玩高难度 一线女星不是谁都可以撮合 这是给自己打广告吗 真是够胆色 事实上 这是古慧珍的生意手法 她们做这一行的 讲究两头片 把一些一线女明星的照片 价码放在名单里 当做招牌 引富豪上钩 其实大牌女星根本不会出现 古慧珍曾经因为乱写名单 被某女星的人暴打一顿 可是她并不悔改 叶子梅 李立真 温红 都是古慧珍非常喜欢拿来当招牌的名字 其中叶子梅不甘其扰 1992年前后 叶子梅认识了骨科医生吕希照 相识之后 两人常常一起出席活动 十分恩爱 在感情萌芽的时候 叶子梅也曾问过 她们都觉得我是出来卖的 你不介意吗 叶子梅想谈恋爱谈何容易 难得吕希照如此深情且善解人意 她说 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自己底线的人 就像我们做医生的 必须要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也就是要有医德 我相信你也是一位有医德的演员 叶子梅和吕希照恋爱 谈得低调又甜蜜 她减少产量 在家为吕希照洗手做羹汤 当江湖传闻再次波及打她时 叶子梅直接宣布退出影坛 之后几十年 再也没有动过付出的念头 但老天爷就是这么不眷顾她 2018年 吕希照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 突发疾病 当场身亡 留下来的又只剩下叶子梅 一个人和她的狗狗 不少人都等着看笑话 更有小报直接拍她素人生活照 暗讽对方落跑 奇料今年5月 叶子梅买下一间 价格3600万的小豪宅 全款付清 看样子 她的经济状况没有问题 原来蝴蝶都是色盲 最性感的女人 一生只有一段感情 哦 对了 那个谷慧珍已经65岁了 她才是真的晚景凄了 毕竟老话说的好人在做 天在看 当然 这几年随着网络的发达 上流社会阴暗事件屡见不鲜 各种带有主题性的饭局 难免会让普通人想入非非 但其实说到底 这些营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谷慧珍的名字也几乎是和这个词 牢牢绑定在了一起 就像她自己说的 娱乐圈是个是非之地 更是个大染缸 可圈内多少谷慧珍这样的人 苟延残喘着 就为了眼前的灯红酒绿 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 让自己沦为一个行尸走肉 曾经的那些辉煌 也随着官方不断地拨乱反正 不复存在 不知道 如今每日靠着领棕原为生的谷慧珍 是否会后悔参加30年前的那场饭局呢 要知道 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暗中标好价码的 取舍之间要有智慧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